丹麦司法部近日发布一份声明表示 因为国内的监狱不够用 而为了缓解监狱过度拥挤的情况 向科索沃政府租借牢房 根据丹麦的官方统计 2020年到2021年年初 丹麦的预警人数减少了18% 但是囚犯却增加了19% 而丹麦的官方数据也显示 监狱容量现在已经超过了100% 完全爆满 因此需要向他国租借监狱 而16号科索沃司法部表示 已经丹麦政府达成初步的协议 这项协议为期10年 目前还需要等待科索沃国会的批准 预计将在下周签署 而作为回报 丹麦将会投资科索沃2.1亿欧元 用于基本的建设 特别是在再生能源的建案上 其实欧洲国家向外国租用监狱 已经不是第一次 像是挪威和比利时 也曾经向荷兰租过监狱 不过科索沃的人权环境不如荷兰 因此向科索沃租牢房 也引发部分的人权人士担忧 而丹麦政府则在声明中表示 关于被关在科索沃的囚犯人权 他们将会积极评估 华语新闻 谭格尼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